對 我的姓可能真的是 我覺得我想說的是 我想說的是就是 我不是 真的不是我 那時間軸也不可能是我 那我那個時候也沒有出道 藝人佳永婕滿臉無奈的說出 這句話就是因為日前 黃紫嬌毀滅市大開地圖泡爆料 說假信藝人當年對他窮追不捨 讓大票網友點名就是佳永婕 不過他二十一號出面否認 而黃紫嬌老婆孟耿如 產後付出的第一檔戲 也已經主動請辭 但不只老婆 連黃紫嬌自己都自身難保 支持記者會正式開始 主持人蔡上華出席 仲夏旅遊節記者會 但其實原本主持人應該是黃紫嬌 因為性騷風波丟了主持棒 不過有民眾笑說 這張代言才是真正的切割 寶島眼鏡的廣告不調 人臉被挖了一個大洞 他是誰看看底下的簽名 原來就是黃紫嬌 對此行為寶島眼鏡表示 不方便回應 我們也要在公開見證之下 交換誓詞 黃紫嬌主持了兩季的婚禮歌手 原本今年七月 就要準備開拍第三季 目前全面停擺當中 另外手上一共五檔節目 也都宣布停錄 一個月收入至少損失 四百四十萬元 誰有機會進入冠亞軍賽呢 黃紫嬌在2016年砸下1.2億元 買下123瓶新家 推過一個月至少還要負擔 六位數房貸 如今代言主持全停擺 事業豪宅可能都不保 三立宣王晨 吳嘉宇台北 創報道 謝謝大家